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我国网络零售促进消费恢复向好 产业电商深入推进数十融合 平台企业创新发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网上零售额7.1万亿元 增长9.8% 其中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.96万亿元 增长8.8% 占社领总额25.3% 数字商品服务消费已旧换新成为新增长点 AI学习机和智能穿戴增长136.6%和31.5% 重点监测在线旅游和在线餐饮增长59.9%和21.7% 电商平台多元协同 支持40多万种商品已旧换新 300多个品类同步回收 主要平台冰箱洗衣机 手机和电视已旧换新增长82.1% 70.4% 63.9%和54.3% 今年以来 主要电商平台企业研发投入超过480亿元 人工智能技术 广泛运用在消费运营运输等环节 虚拟购物 空间试装 AI客服 自动驾驶等提升消费体验 开启智能电商新阶段 自动驾驶本援